同學需求大概就這樣 因為如果你今天 假設你把這個VBA程式給很多人 那每個人都會輸入自己的會員資料 那可是問題你們每個都前端 每個人都輸入自己的東西 那最後會整會是一個問題 那會整到底是 誰會整到誰那邊去 那也許有一個leader啦 不過那個leader 問題是每個人把檔案丟給你 然後你要全部把它會整起來 其實也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所以通常 會總資料的話 大部分都會直接去把它全部倒到資料庫裡面去 一來的話資料庫 它的那個容量也會比較大 它可以放 就是說資料量當然比較大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大家也可以 就是說有個地方可以放那些資料 那接下來就是說 如何去可以快速的建立 一般如果資料庫的話 可能用了最多的 同一家公司的也許就用SS 那你公司如果有別的 那也可以用別的啦 方法其實都差不多 那我們這邊取得比較容易的就是SS 所以怎麼樣快速的把剛剛這個資料 全部倒到那個SS資料庫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那我把資料庫倒過去了 那將來我下一次我還在倒過去 我有沒有辦法把資料丟過去 好OK 那再把舊的資料刪掉 那你明天再來又有新的 一天結束之後再把它丟到資料庫 大家都丟到資料庫裡面 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策略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也這樣用 怎麼做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全部東西丟過去之後 有沒有辦法把它查回來 因為你都丟過去了嘛 那你這邊沒資料 那那邊的資料是全部公司裡面 這個team裡面所有人的那個會員資料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做查詢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我們以這個範例來看 第一個 當然你要把資料倒過去之前 上面這個東西請你把它刪掉 因為通常一個資料庫一定會 第一列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它的標題 一定是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請你把一二列給刪掉 這沒有必要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把它另存心檔好了 假設我今天呢 把另存心檔在那個桌面上面 那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快速的匯入資料 到那裡sale的話 其實到那個ss的話 我先把它放桌面好了 這個桌面上 那我們這個名稱好了 然後檔案存檔類型的話 用預設也可以啦 或者你用新的也OK 那我們啟用聚集活躍部好了 OK按儲存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這個檔案就放在桌面上 會有一個這個檔 那怎麼樣把它變到ss裡面去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先開啟這個ss 不知道各位對這個熟不熟了 那方法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呢 開啟它之後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選擇那個新建資料庫 這邊有一個空白資料庫 然後呢 名稱我們乾脆呢 就叫做會員資料好了 也許你給他一個 假設一個會員資料 會員 就給他一個會員好了 OK兩個字 打錯了 會 會員 OK 然後放哪裡呢 乾脆也放桌面 跟那個資料庫放一起 跟那個sser放一起 所以你就把它擺在桌面一樣的路徑 按一個確定 第一個 它的名稱嘛 第二個放哪裡 第三個按建立 這個時候呢 它就幫你建立一個全新空白的資料庫了 大概就這樣 那如何把那個什麼呢 把 你剛剛的eSale 放過來 當然喔 拖拉當然不行啦 不過如果有一個拖拉功能是 那更好了 不過它現在沒這樣設計 那你要怎麼把它放過來 很簡單 記得喔 在外部資料這邊點一下 外部資料裡面呢 各位有沒有 會看到有一個叫eSale 其實從eSale裡面呢 點擊它 再瀏覽到那個桌面上 會有一個桌面的那個eSale 檔 按個開啟 找到了 然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去找找看 你的eSale裡面有哪些工作表 有這麼多 IPT是不是 不是 往下找 哪一個呢 綜合練習 這個是不是 是嘛 按下一步 記得不要選錯 有沒有知道 再來 第一列 是不是藍名 是嘛 所以你這個記得要打勾 一些資料的同學沒打勾 他就把這個第一列資料當成是裡面的資料 就不對了 記得要打勾 按下一步 然後呢 其他看有沒有修改 如果說沒有需要的話 你就不用更改了 那大部分其實 主要的資料大概會是有幾種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日期 它這邊沒錯 然後編號的話 它用那個雙精準數 不過如果說像編號沒有小數點的話 你就不要用什麼單精準數或雙精準數 這個指的是什麼 有小數點 那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用長整數好了 長整數 整數的話你就用長整數 那如果說你有小數點的話 你就用雙精準數 其他的話可能就是像日期時間 還有像文字 像姓名的話就一定是文字 如果你的資料量超大就備忘了 OK 那這邊的話其他應該都不用改 這個是 像這個也沒有小數點 乾脆改成長整數好了 我理論上你不改沒差啦 因為反正 它可以讓你放有小數點沒小數點都可以 OK 按下一步 然後要不要組索引呢 這邊選的不要好了 因為資料不多 我們就不要索引好了 按下一步 好 那這個裡面的名稱 乾脆本來叫綜合練習 你也叫會員好了 也把它改成會員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會員的資料庫 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叫什麼 會員的資料表 有沒有 會員資料庫 裡面有一個會員的資料表 然後按完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打開來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會員的資料表 點兩下 打開看一下 有沒有 剛剛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幫我匯進來了 OK 這樣的話是最快的方案 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102比 這邊就過來了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如何把Excel快速匯出到 那個Access的一個方法 第一個記得要新增一個 空白的那個資料庫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用那個外部資料裡面 找到Excel 如果有些人的建物 都幫你買單 大家 Jenna J